22. 明報 有型之手吊撥股價這樣的股市很脆弱 2015年7月4日港民A04社平大概一個月前,內地股市仍然熱火朝天 許多人因為獲利不匪而笑逐顏開,但是,6月中旬以來 在內因與外因並無特別變動的情 G下,內地股市崩盤式下跌,中央連續出招都未能壓止 反而出現中央預互盤,股民欲無信心之勢 內地股市罹慢恐慌情緒,有人認為下周股市若持續下跌 中央或需動用外匯儲備救市等最後手段 股市原本大好形勢,為何急劇轉變至大股災邊緣 需要動用民資民高救市 事態反映內地投資市場不成熟,以當局介入過心 形成股市綁架了政策的結果 內地股市榮景轉陷均警國家牛市面臨挑戰 內地股市由去年7月起,輾轉上升至去月初 上海A股一度升至於5,100點 可視,由6月中旬開始出現震盪 股市持續反覆顯著下調 而且每個交易日升跌波幅經常超過一成 到昨日,上海股市在急跌5.8% 收報3686點 創餘三個月新低A股北到一個月之內下跌約1500點 跌幅接近三分一 在經濟狀和投資市場並無特別不利消息的情下 近期內地股市跌幅之巨大 掩餘點光緩與對爆的炸彈 趨近迫使中央以最後手段告示 願何自此? 一個月前,約說內地股市將陷入目前的困境 不會有人相信,回顧內地股市這一次短暫榮景 與股市被賦予投資市場以外職能和中央深入介入操作 有很大關係,內地股市由去年中開始擺脫數年來的低沉 不過,正式轉世火紅則由今年三、四月開始 北京兩會期間,財金官員大探股市 不惟然期望股市上升 官方媒體節連發表文章 《股動民民宅廠一控》 是內地股民面對官方唱好股市大合奏 心領神匯,積極回應 散戶資金大舉投入 當時股民開戶大增 他們不理會企業的業績 市盈率等基本因素 以時抱持你看基本因素 我看人民日報的心態投資 埋手聽消息,感受風聲 就向市場集下資金 當局催谷股市 動機與行動超然若欠 坊間有不少傳聞 包括當局值此提振低沉經濟 輸解地方債和去槓桿化等壓力 即是說股市並非投資市場那麼簡單 而是要負起調節經濟的輸解債務的職能 為達到目的 當局無可避免要介入操作 早期 財金官員出口術 官方媒體發文鼓動 因此把股民調動起來 股市升得兩例 指示散戶的投資行為 仿如巨潮撲案 來得快退得也快 沒有風吹草動 他們就增傷走備 股市波動沉移不起 當局的旋盤就打不響 於是介入活盤愈陷愈深 過去一個多星期 當局為壓止股市下跌 推出罕見的減息 降傳款準備金的組合權 但是市場並不領情 持續大幅波動和下跌 這段期間 當局多在盤中或晚間推出措施 或是放出一些訊息 期望市場會積極回應 不再下跌 不過,十分奇怪 當局的魔術棒好象失靈了 股民不再聽從調度 當局會有措施推出 股市反而跌幅更大 有意見認為 此乃股民解讀為股市有問題 當局才需要救市 於是走為賞呼 股市信心者回事很奇妙 凝聚和換散會很無離途 無法解釋 現在內地股民對股市的情緒 似乎就是這種狀態 設規範更扭曲市場罰監管 醞釀大危機當局介入股市甚至操盤 是以有形之手調撥市場 背離了無形之手調控市場的客觀規律 實際上扭曲了市場 更使人優移的事 近期當局為了活盤 顯得有點慌亂 一些做法衍生的後遺症 日後或許要付出更大代價 例如過去數月 當局推出整頓股市的措施 目的為使股市更規範的健康發展 可視為了救市 這些措施已取消 包括兩容不再檢查 場外配置不再清理 勸商不再強行平倉 擔保比例紅線已形同虛設等 其中撤銷補倉限制 勸商不強制平倉 被形容為飲鎮止渴的舉措 因此舉是勸商風險增加 在缺乏適當監管制度下 市場將醞釀更大危機 昨日內地股市繼續顯著下跌之後 事態發展把中央投入外匯儲備 救市體上議程 這時被認為最後手段的重招 以中國助擁約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要使股市止跌 並非甚麽難事 只是今次用了這一招 則內地股市日後怎样操作呢 若政策動向以至中央作為 變成內地股市升跌的指針 那會是沒完沒了的噩夢 當局要三思而行 人們對股票市場的信心 建基於對市場來定的價格有信心 公權力加入 指揮股市價格上升下跌 不會營造價格信心 反而促使投資者缺乏信心 因爲沒有人知道在一夜之後 當局還會有什麽花樣影響股價上落 其實當局只需要制定規則 打造良好基建設施 設立嚴格有效的監管制度 然後讓市場自行運轉 自定價格 則者讓市場財匯健康穩定發展 引導股民按市場規律投資 是當局的責任 內地股民需要成長和成熟 否則在賣向資本市場開放的過程中 或許要付出巨大代價 中央十分重視金融安全 從今次股市無風起浪的操作 成平時期竟然釀成一個股市危機 甚至要出絕招財 可能防止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暴的風險 反映中國在金融安全這一塊 目前並不及格 相關新聞 con A.E.B.E.